高雄市鐵路地下火 市政府把本地鐵機路美化 讓民眾來這裡休息散步 不過這幾年後 歐洲外國的狀況都沒有改善 是很危險 近方在今年開出三百萬元的法庭 現在也要評估說 看看科技執法來設備 但是這裡是有民眾為規定騎機車 實在到現場問規規的民眾 他們表示不知道這裡不能騎 只是貪方便而已 自中國向鐵路地下火 市府中鐵道幾位做十五公列人行 方便散步跟腳踏車使用 不過機車規規定是越來越多 甚至威脅民眾的安全 有甘州表示 常常帶小孩來這裡玩 都會住到機車站在上面 會煩惱小孩的安全 我們小朋友都會在空地那裡玩 因為如果機車站的時候 他們要閃他 所以其實我有感覺 覺得小孩在那裡也很危險 沾對立峰島機車規規的進行 高山派出售 今年已經開出三十七張機車規規法庭 經紀派出售的統計 今年高山立峰島 規規規進行有三百三十三乘 經派表示 這樣行為已經違反倒樓 交通管理出發掉了 會換六百到一千八百塊 高山派出售表示 最近的 除了上官黨維交行程會審 未來美白 都在這裡設計這段 必變危機的狀況 更發生 幸好擁有人安全散步的空間 記者總議會 顧照永 各項報道 有的消息的狀況 ここ在開設時 臨時的受歡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